光复乡民代表吴辉民直询则是针对 攸关光复乡未来的生活环境品质的议题 其他区域聚落甚至是乡公所似乎是不关己 那么置身室外感到非常的心寒 并且也说了7号将发动大规模的抗争游行 坚决反对养牛场的设置 包括10月23号马佛与泰巴朗部落自发性办理 反对养牛场公厅会 从相关讨论会游行抗争行动 哼不浪当也都第7次了 向代表吴辉民观察发现 其他区域聚落甚至乡公所几乎都事不关己 是身室外令他感到心寒 客长王永俊强调争对了养牛户进驻设厂的合照非公所全责 再者 县政府也在蒲丰养鸡场事件后 除了暂停畜牧场申请案 也正积极拟定花莲畜牧场管理自治条例草案 而至于部落民众反牛场抗争 三公所秉持行政中立给予尊重 向代表吴辉民强调 面对不公而选择沉默不明 结果就是向下沉沦 有关光复乡未来生活环境品质的重大议题 吴辉民进一步要求乡公所乃至于向代会同仁表态支持之外 并表示7号也将会发动第八次大规模抗争游行 部落坚决反对养牛场的设置 来破坏污染光复乡的自然环境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记者石玉兰光复乡